前几天一条新闻看得心情复杂 73岁的徐克 大概率要当爹了 有八贯媒体拍到了徐克和小女友的出行照 小他30岁的女友小富龙启 显然是怀孕了 消息一出 网友们迅速回想起 与徐克情感纠葛了30多年的前妻 是男生 两人相伴36年 始终没有孩子 那时候 是徐克说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 对成长不好 也不喜欢小孩 陪着徐克不生小孩的诗男生 单身至今 说着不喜欢小孩的徐克 却在73岁时即将当爹 这一次 不想简单地指责谁是谁非 只想好好再盘一盘 两人这段感情 比起徐克的前妻 诗男生更大的名头 是一书小说《流经岁月》里 讲男孙的原型 一书在书里写讲男孙 她凛然清朗 生得漂亮 活得漂亮 能把白衬衫卡其裤穿得颠倒众生 她是经济和精神双重独立的女性 辜负什么都不能辜负工作 辜负自己 俨然就是诗男生本人 1951年 她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在南非做生意发家 16岁时 因为香港发生一起动乱 父亲担心她受影响 便送她去非洲读书 在非洲没待多久 诗男生很快觉得自己与这里格格不入 于是瞒着爸妈 一个人又跑去了英国 后来 诗男生开始在大学里 学习计算机和统计学专业 因为学业艰难 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 唯一称得上社交的娱乐活动 就是和好闺蜜张培薇书信往来 彼时的徐克正在美国读书 因为话剧活动与张培薇相识 张培薇常常在信里提到徐克 久而久之 诗男生也对这个人很好奇 诗男生回国后 1978年的某天 与张培薇在餐厅吃饭 俩人谈天说地 聊到徐克 张培薇笑说 他也已经回国发展了 有机会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 谁也没想到 正说着 徐克就从身边走过 这段电影一般的场景 后来被人反复提起 成为一件钟情最好的印证 而在两人恋爱之前 诗男生就已在工作中大放异彩 1975年回到香港之后 他因差阳错进了公关公司 还因为颇有语言天赋 被举荐成为了TVB环球小姐比赛的主持人 但他并不居于只做个循规蹈矩的上班族 在公关公司干了三年后 他先后去了TVB等电视台 当节目制作和宣传 和徐克认识时 他就在亚式的前身立的工作 早年香港商业电台创办人何佐之 就曾评价诗男生 一言以蔽之 全才 彼时的香港电影 正是风起云涌的阶段 除了邵氏 佳和两大公司独占市场 还有不少年轻人想要自立门户 以卖家 十天 黄柏明三人为核心 创立的新艺成就是其中之一 徐克作为当时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 也被新艺成招入麾下 只不过这时的新艺成还是个草台班子 空有几个年轻的艺术家搞创作 管理制度上一团混乱 黄柏明听说诗男生有过做公关和传媒的经验 便想拉他来上班 聊完之后 他直接把工资打到了诗男生账上 诗男生实在不好意思 便去了新艺成当管家婆 日后民生大政的新艺成七人小组就此成立 有人做编剧导演 有人做摄影监制 文有诗男生单纲起制片发行宣传等一众事宜 一手设计了新艺成的管理模式 也彻底改变了一盘散沙的局面 后来他在采访里说 我从电视台过去做行政 我们那个时候公司很小 大家什么都参与 分工并不特别明确 但签支票一定是我的 因为是我负责初期的制片经理制度 预算分配制度 包括海外发行制度等等 这一套规范化的流程表格 被后来的香港片场沿用了几十年 而且在了解了国际电影市场之后 诗男生还从西方电影节 学习了大量制作发行方面的知识 推动着香港电影走向亚洲 走向国际 1981年和徐克成立电影工作室后 诗男生更是负责了拍电影以外的所有工作 从前期统筹到后期宣发 他大包大懒地接下徐克的所有要求 只为了支持他的电影梦想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徐克给观众交出了英雄本色 《借女幽魂》《笑傲江湖》 这些会智人口的作品 都少不了诗男生的身影 鬼才导演和金牌制片人 两人的事业牢牢绑定在一起 在外界看来是金童玉女强强联合 也是势均力敌的最佳拍档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段感情里的诗男生 并不快乐 两人自于1978年相识 1996年结婚 再到2014年正式承认离婚 中间这36年 不是什么神仙剑侣的秘里调游 而是诗男生的步步退让 无限痛苦 作为知名导演 徐克的《花边新闻》从未断绝 1986年 电影《刀马蛋》上映 而香港媒体爆料称 电影拍摄期间 徐克和女演员叶倩文 常常在酒店同进同出 诗男生找到徐克 大吵一架 徐克却咬死不肯承认自己出轨 半信半疑的他原谅了徐克 但没想到 就在情人节当天 徐克因为陪伴叶倩文 而缺席了与他的约会 他气得一人飞往美国 打算就此与徐克分道扬镳 但徐克祈求一阵 他重新又心软 回到他身边 在分分合合的迷雾中 两人最后在1996年举行了婚礼 但一纸婚数并没有约束住浪荡子 婚后十余年 徐克的绯闻依然不断 欲圈外女郎看话剧 跟女明星逛超市 搂着女助理吃火锅 两人生活在聚光灯下 出轨的蛛丝马迹 甚至不需要诗男生追寻 自有成百上千的花边新闻八卦小报 送到眼前等他澄清 关于两人婚变的传闻 总都上头版头条 而对于一项骄傲矜持的诗男生来说 能做的只有捂住耳朵保持体面 我知道的都不是事实 我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了 没人知道她彼时彼刻的心绪 还是多年后 女诗男生教好多年的林青霞 在书里写 她是百分之百的痴情女子 将自己奉献给她心中的才子 她崇拜她 保护她 把她当老爷一样的服饰 她最高兴的事就是徐克高兴 情到农时 她跟我说 徐克是个艺术家 她需要火花 如果某天有个女人 可以带给她火花和创作上的灵感 她会为徐克高兴 有一天那个女人真的出现了 她还是会伤心 我想尽办法安慰她 她唯一听进去的话 就是 把她当家人 从此 她收起眼泪 表面上看不出她的痛 照常跟徐克合伙拍片 照常关心她 照常帮她安排生活上的琐事 私下里 诗男生喊她老爷 为她处理所有生活琐事 细致到一日三餐 甚至徐克想吃芒果 也无需自己动手 习惯了吩咐一声诗男生就好 公开场合里 她是她万里挑一的闲内注 辅佐她电影事业一路长红 前期找投资找演员 中期控制预算开支 后续电影宣传发行 诗男生总有办法搞定 甚至拍摄过程中遇到黑社会纠缠 都有诗男生站到前头打电关系 合作过的演员作家都在她人格魅力 将她奉为第一制片人 但她对这些辛苦一概不提 面对采访时只说 我就是希望她开心 如果她认为拍电影令她最开心 那就希望她永远再拍电影 然而时间一晃来到2012年 徐克和女助理乐乐又被拍到一起逛街 开始还只是牵手约会 后来又被拍到共同看午夜场电影 徐克蹲下来给乐乐戏携带 主动摸乐乐的脸 长枪短炮对到诗男生面前 一直到2014年 她终于松口 表示已经离婚 但即便是受尽苦楚抽身而退 诗男生仍有滴水不漏的体面 不曾把脏水扑给任何一个人 这句话我说了很多年了 两个人的事只存在两人之间 和第三个人没有关系 离婚后的诗男生用了很久才走出阴影 徐克却绯闻不断 直到最近又被拍到小女友运照 而最讽刺的是 时至今日 徐克的事业依然离不开诗男生 2022年的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 仍有诗男生参与 诗男生自己说 我们继续一起工作 仍然是合作伙伴 我欣赏她是个好导演 心地也非常好 由此再回头看徐克的那段公开表白 就大有深意 我的妻子 诗男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好女人是一个世界 她打开了一个世界给我 我跟她有三重关系 合作伙伴 好朋友 爱人 再怎么用甜言蜜语掩饰 爱人这层关系 都被她摆在了最后面 那么 就此来看徐克的一生 实在是太顺遂了 前半生找了个女强人扶持事业 后半生找了个年轻女孩 开支散业 而娱乐圈里 像徐克这样的男人 并不少见 道理尔东生和前妻罗小文结婚时 和徐克一样主动提出要做丁克家庭 不生小孩 婚内她绯闻不断 罗小文始终坚定地支持她 后来罗小文为了维护这段感情 表示可以生一个宝宝 没想到尔东生直接表示 自己已经瞒着她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 我们离婚吧 可怜的罗小文 就这样被她苦苦骗了九年 当心中震涛 前妻是天之江女张晓慧 后来婚姻中投资失利 还要把破产责任甩给老婆败家 扑进脏水把张晓慧打造成所谓败金鸣 后来在2014年和女助理结婚 可笑的是 女助理早在十年前就为她生下了两个女儿 谭永林则更加恶心 称自己想做丁克逼着前妻杨洁为多次打胎 以至于她丧失生育功能 自己却在46岁的时候扭头和年轻粉丝生了儿子 总之 论金鸣 没人能比过她们 前任做贤内助 铺开宏伟事业 奉称为女强人做商业伙伴 现任官顺履行妻职母职 对外名号是女助理 安心在家做太太 而无论是女强人还是女助理 都成了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她们花费最少的代价 换得了一辈子的舒坦 既享受了事业上的帮扶照料 又心安理得地索取着年轻肉体的服从 一摊子烂事做完 还有人奉称着她们的才华或是地位 一厢情愿地帮忙洗白 何等惬意 在看始终沉默的诗男生 2017年 她获得了柏林杰摄影奖 她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此奖的女制片人 她走上台热泪盈眶 言谈间依然在感谢徐克 我最后要公开感谢徐克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开玩笑 但我想告诉你们 我是很认真的在感谢她 我感谢她 因为她从来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正因为她的不懂 才迫使我成为比自己预想中 更出色的制片人 但原本 她不用承受这种迫使 若是跳出与徐克的情仇纠葛 诗男生又何止这里的江湖 我感谢你